在欧洲 对 欧洲 长二十天而已 对对对 欧洲开完会 一切全部底定了 到底这东西有没有对人体有没有害 就是等个两三个礼拜 为什么不等 那刚刚例如说瑞雄说 民间在传 就是说有些把柄在美国人手里 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 那你不要看它好像是一个笑话 其实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长久以来 我们一直认为说 马英九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他他的反反复复的东西 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都认为他有很多把柄在别人手上 随便举个例子 当初他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一下要选一下不选 一下要选一下不选 长辈又来劝 然后他又要选又不选 弄一弄去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东西 其实几件事情非常清楚 第一个他后来 大家知道原来他有美国绿卡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事情他到底就是说 我选的话 是不是他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当然会知道 第二个就是说 长久以来 那就是说他跟 就是说他的一个 这个有的特殊性关系的一些 密友之间的一些 有关于同性恋的传闻的东西 这些事情到现在 哎 马英九 事事难料啊 大家现在开始在谈这件事情了 公开的谈这件事情了 事事难料啊 那这些事情啊 其实在他心里面 就是说 一个好好的总统 为什么会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里面 突然就说 他如果说 人民的福祉 国家的前途 这种事情脱口而出 这个是自然的 突然脱口一出一个吹喇叭 奇怪啊 那是什么样子的 给人是怎么样子的一种心态 让吹喇叭三个字 就莫名其妙的 这样从嘴巴里出来了 大家一开始谈 所以这些东西啊 让我觉得说 其实在美国 在70年代 马英九他们那时候 留学的那个年代 70年代对同志 还是不是非常友善 那其实很多 我知道有些人 就是说 其实是在他们的那个 例如说警察局 那些地方 都有留下记录 那如果一个 外国留学生 在那边留下一个 跟同性恋有关系的记录 我觉得这个东西 美国政府要来查 是非常简单的 你知道那刚刚像 那还有就是说 所谓的洗钱的这种传闻 你知道民间在那边讲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你知道今天 为什么马英九 那个好朋友叫金普聪 你知道一路坐下来 他这么喜欢管台湾的事情 他当个官就好了 可是不能当 为什么不能当 因为你一旦当官 你的财产就要接受监督 如果你跟台湾 这个任何的公务体制 都没有关系 人家不会来查你的账 不会查你的这个 这个银行的存款 你知道 所以太多的事情 起人疑动 不过老实讲 马英九 事事难料 大家都要谈你 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呢 早一点过 比较安心